好 说到最近娱乐圈呢 有一种风向 就是明星文的孩子 比明星本人还要受欢迎 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 有娃万事主 是的 昨天呢 李小璐和贾乃亮的女儿小甜心 也是迎来了自己两岁的生日 觉得时间过得好快 对啊 都两岁了 我们赶紧到这生日派对上 去感受一下那个热闹 好 这一年头秀闺蜜秀恩爱 都已经太寻常了 秀萌娃才是王道 巧的是10月23号这一天 刚好是李小璐女儿和郑君儿子 共同的生日 私交生好了两家 便合伴起了生日宴 之前在某节目里 一直以个性酷到没朋友 著称的甜心心言 这回也是一改常态 这粉嫩纱裙一上身 立马变身甜美小公主 虽然生日一起过 但是俩娃却是分工明确 各司其职 一个半量 一个耍帅 咱们的Jagger也是天生底子好 帅萌切换无压力 穿上黑色小西装 还真是颇有其负郑君的 方法